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给大家解读一部韩国电影《突然变异》 影片开始是一个人鱼的录像 但它不是美人鱼,又有漂亮的面容和曼妙的身姿 它有的是丑陋的鱼头和人性身体 它原本也是人,突然变异成这般模样 男主看着录像陷入沉思 五年前他全程目睹了人鱼事件 当年他想成为记者 电视台领导让他采访人鱼作为考核 他在网上看到小美发帖子 说自己男友是人鱼,便去采访小美 小美接受采访,解释说 他和人鱼不是男女朋友,只是一夜情 人鱼来找他时已经变成了那般模样 人鱼本是一个普通人,因为穷 他主动参加了医药公司的人体实验 那样可以短期内拿到高衡报酬 可没想到经过实验变成了人鱼 紧接着又做了很多奇怪的实验 人鱼无法忍受就跑了出来 不敢回家 因为医药公司知道他家地址 只能求助小美 小美却想到了商机 看到网上医药公司高额悬赏人鱼信息 转手就把人鱼给卖了 男主听后都愣住了 对事情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小美为了证明自己没说谎 决定带男主去亲眼见证人鱼 两人乔装打扮成外卖人员 混进医药公司 利用火灾报警吓得众人逃跑 他们成功进入了实验室 看到了被实验折磨的人鱼 男主被吓了一跳 他拍的视频已经报道 瞬间火爆 顶岛也高兴地将他提拔为实习记者 让他不暴露身份 继续潜伏在人鱼身边 获得一手资料拍成纪录片 人鱼被报道后成了名人 年轻人就业困难冒着生命危险 赚取微博收入 这简直就是当下社会励志的代表 人鱼被追捧成了偶像 人们对他痴迷找他签名 一个律师自告奋勇为人鱼辩护 揭露医药公司的恶行 可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获得关注和名气 父亲看到新闻后也找到了人鱼 想得到赔偿金 人鱼身边有了四个支持者 但都各自有私心和目的 经过法院审判 医药公司被判整顿 博士被监禁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人鱼 提出可以救治人鱼 让它恢复原样 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一次治疗失败回家的路上 小美和父亲发生争执 小美看不惯父亲脑子里只有钱 总想拿到制药公司的赔偿金 父亲也觉得小美只是在利用人鱼赚钱 因为人鱼可以进行商演 如果她没有利用价值 就会抛弃她 又不是真的想要和人鱼在一起 几个人不欢而散 另一边医药公司开始反击 博士召开记者发布会 解释人鱼实验的原理和作用 媒体人根据制言片语为了新闻爆点 开始夸大集资 将实验夸张为 可以解决人类粮食问题 延长寿命的伟大发明 甚至有机会拿诺贝尔奖 人鱼的牺牲是为了所有国民 不仅如此 医药公司还有更无耻的招数 他们伪造了一张错微动图 污蔑人鱼对护士精神违宪 违反了实验规定 所有后果应该自己承担 护士也生泪俱下地表演着 所有人都相信了 人鱼从众人追捧的偶像 变成了怪物 领导也要求男主停止报道人鱼 全世界都放弃了他 甚至在公共场合破他游击 只有男主一人时 人鱼默默地说 自己没有对护士做那种事 可能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男主可以信任 但他不知道 男主已经准备放弃他 晚上 他偷偷跑到了男主家 和男主诉说自己无处可去 他出门被一群学生毫无理由地打 人鱼没有反抗 人们都害怕异类 这也不是他们的错 听着人鱼的诉说 男主心里很不适滋味 人鱼问男主梦想是什么 男主说想做一名记者 揭露真相 保护弱者 成为正义的人 他没有成功 他明知人鱼是受爱者 却为了工作 做了违心的事 人鱼说自己 只想做个平凡人 过平常的日子 这番谈话 尸身触动了男主 他决定继续报道人鱼 揭露真相 找律师商量对策 发现律师已经被医药公司收买 回到家 人鱼上吊了 好在人鱼没有脖子 受伤不重 在医院 男主父亲律师三人对质 男主的记者身份曝光 律师被收买 父亲只关心赔偿金 人鱼听到这些后 绝望地让他们别说了 人鱼来到小美家 他很信任小美 小美良心发现 告诉人鱼 是他出卖了人鱼 是为了钱 才接见他的 然后骂了自己的自私 和无耻 人鱼没有责怪小美 反而给小美一笔钱 算是能为他 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人鱼被带回了实验室 接受着非人的待遇 电击和割肉 只为提取他最后的价值 一次抽写过程中 医护人员 勿抽了比正常高三倍的血量 人鱼疼痛地晕倒 医护人员发现弄错后 没人道歉 只是觉得好笑 博士看到生命垂危的人鱼 加上自己研发的药品 本是服务穷人的 现在药品却成了奢侈品 违背了博士的初心 医药公司和博士观念分歧 博士不再想帮公司 想帮人鱼一回 他告诉了人鱼真相 其实他早就研究出了 让人鱼恢复正常的方法 为了制造热点 拿到投资 选择了隐瞒 可这一切来得都太晚了 人鱼死了 男主等人将他的骨灰 洒向大海 希望他死后可以安宁快乐 博士的事也被查出来 被判入狱 转眼间五年过去了 所有人都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小美有钱了 律师成名 父亲享受着退休生活 男主也顺利在电视台工作 但他时常看着人鱼的视频发呆 他放弃人鱼的那一刻 就放下了初心 时隔五年 他依然自责 这天小美来找男主 给了他一张照片 照片的角落就是人鱼的手 看来人鱼还活着 男主便来询问博士 博士说人鱼没有死 他选择成为鱼活在大海中 在海水中 他不再是怪物 只是单纯的自己 后来小美又给了男主一段视频 人鱼在海中畅游 看起来很快乐 男主看到后 坚定了做记者的初心 要将人鱼的纪录片报道 揭露真相 哪怕丢掉工作 影片作为一部喜剧电影 和观看的时候 实在令人感到悲痛 人鱼身边的每个人 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人性因为异常 突然变异 揭露出来 但每个人都是双面的 他们不仅有坏的一面 也有自己的无奈 小美爱才 因为从小没有父母 她骗了人鱼 也为此深深自责 大骂自己 对师想要出名赚钱 也是为了给员工开工资 不想公司倒闭 父亲想要赔偿金 她看重钱 不过是看到了这个社会 有钱 人鱼就可以活着 男主为了工作 潜伏在人鱼身边 最后也愿意为了人鱼 为了揭露真相 放弃工作 影片将人物的双面性 塑造得非常饱满 每个人在善恶之间徘徊 更多的是无奈 一场突然变异 也不仅仅是人鱼的变异 更是社会 人心的变异 面对巨大利益时 人心的改变 而影片结尾 男主选择初心 也表现了影片的主题 人们从善到恶 善恶徘徊 最终再回到善 经历社会的黑暗和无奈 再选择宗存本心和善良 这才是最需要勇气的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精彩的电影 落了以后 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你玩了个赏 我们知道 其实他有确准uffs 这才能够 这才能够 再帮助 有许